好,那我们继续往下讲,我们讲这个第七大部分,第七大部分是系统的管理部分 好,首先我们看那个7.1部分叫做Info Center 好,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呢? 其实说白了,它就是一种去发送一些我们的一些log信息啊,什么这个网绵信息啊,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trip信息啊等等 会输入到我们的一些什么login buffer啊,或者说还有SMP服务器啊等等,都可以去输出的啊,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 好,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求啊,要求呢是在R1上使用通道器去输出3A模块中的汪宁级别以及以上的log信息到login buffer 那么默认情况下,我们看一下这个pdf啊,那么我们看到默认情况下有这么多信息类型,有log信息 有chap信息,有debug信息,对吧 那么这些信息那么它对应的这个信息通道默认情况下,我们可以看一下,它都不一样的,对吧 刚才我们的需求里面提到的是,我们看是这个AAA汪宁级别 对吧,汪宁级别,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,这里面呢其实是没有看到的,对吧 没有看到,那么默认情况下是没有找到,没有找到但是呢,是有的啊,debug信息 debug信息默认是这个9,对吧 好,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需求呢,是要求我们用这个通道器 那么在这个pdf里面,我们能看到通道器呢是和6呢是被保留的,你是可以去定义的,对不对 所以呢,你这些信息,你通过什么通道器,或者说通道6,你可以放到这个缓存文件里面,对不对 你看这里面有这个,呃,这个log缓,缓冲区啊,什么缓存区啊,这些buffer里面,你可以去控制 那这个怎么去page呢 好,那么首先呢,在这个r1上面 啊,我们要敲一个info center enable 那么这个chasing情况下,这个路由器也是使用的 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公敲了 对吧 啊 接下来是我们要去定义 inter 这个center 你要去做这个 呃 信息缓存的一些 这个圆 对吧 是哪些呢 是3a 里面的 对吧 信息 然后是通过哪一个channel呢 你看我们这里面可以定义了 你就可以定义这个channel7了 对不对 channel7 好 那么呢 是定义这里面的哪些信息呢 是lock信息 啊 log信息 那么log信息呢 级别呢 是 warning 级别 以及以上的 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级以上的是说明 这个warn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多少啊 是这个 4 对吧 是以上的是包括5和6 啊 就是小级别的 你不可能是大级别的啊 比如0级别是最大了 然后1级别次之2级别 他这个数值越小呢 级别越高啊 但是数值越大呢 就是级别越小 那他这个以上呢 指的是这个数值以上的 就是你打了这个warning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呢 他也可能会把也会把5和6和7的 也会放到这个 呃 这个login buffer里面去 对吧 但是你这样做出来以后呢 你把它放到哪呢 是info center info center info center 然后login buffer 哎 放到这里边 那么是 从这个签入器 对吧 从签入器 你看我们是通过签入器 去做缓存 对吧 和刚才我们这个是相同的 对不对 好 那么display current enter info center 好 那么看到有两条命令 一个呢是AA 这里边的log信息 是汪宁级别以上的 通过签入器 啊 进行输出 然后呢 输出到哪呢 输出到login buffer里面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login buffer 是应该是512条 所以说这个也没有要求 我们不用管了 嗯 好 那么这是这个RE的一个培养 很简单 就两条命令 好 但是info center enable 这个是默认情况下 是开启的 我们就不需要敲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需求 第二小需求呢 是在R2上面 使用通道9 向SMP服务器输出IP 模块的warning级别 以上的chip信息 这个和这个很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敲一下 那这个呢也是 info center enable 好 接下来是info center info center 然后呢是sauce 是IP的 那么通过channel9 channel9 那么呢 是chip信息 对吧 然后级别呢 是网友以上的 好 然后info center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信息呢 输入到哪呢 我们看一下后边有哪些东西 你看有 有SMP 对吧 然后有monitor 什么有console 等等啊 那现在我们输入到这个smp了 对吧 smp 嗯 输入到smp 然后通过这个channel9 好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要去配这个smp的一些信息了 那现在smp服务器使用v2c版本 那也就是说你服务器用v2c版本 那现在我们这个agent 就是说本路器啊 它要使用这个agent的功能 是不是也要使用v2c啊 是吧 然后smp服务器的地理是这个 其他所有名称均使用 啊 这个华为大写 嗯 好 那么既然你服务器 是v2c 那么我现在 ar2 它要配置成一个这个agent 对吧 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这个代理点 就是我要去管理这个代理点 那么呢 它也是v2c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要去使能smp agent enable 是吧 没有enable 直接敲点 这是使能这个smp agent 那默认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smp agent 是关闭的 你一定要敲这个命令 好 那么敲完以后呢 是smp 这个systeminfo 然后版本是v2c 好 这个相对应 你服务器是v2c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smp agent 好 我要去做一个target的host 好 那这里边呢 是 我们看 他要写一个chip的hostname 那这是一个主机的一个名字 就是华为 因为他说 所有的这个名字都要用华为 对吧 华为名字 好 那么这个主机的一个服务器的地址呢 是10.1.10.20 对吧 好 后边呢 我们配一个chip的 chip的 这个叫做paramence name paramence name 好 这个paramence name 是一个列表的名字 是信息列表的名字 那现在是这个主机 主机上有个列表的名字 对吧 那这个呢 也是用 这个 华为 也是用华为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做一个加密 对不对 要做一个加密 好 smp agent 叫做这个target的 target的host 然后有个叫做trip 对吧 呃 这个就不是hostname 就直接paramence name 好 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字符圈 对吧 这个也叫华为 好 后面呢 我们利用是vrc 对吧 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要做一个security的一个name 就是一个这个类似于密码呀 对吧 好 后面呢 继续是华为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调完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display in smp 我们看一下全不就啊 首先是这个 我把它拉长一点吧 然后冲敲一下 好 首先是smp 是吧 这个agent 我们有使能 然后这个smp agent的一个版本号是vrc 然后呢 是我做一个smp的一个chip host的一个主机名是华为 那么地址呢 是10.1.10.20 这个地址 另外呢 他没有也会产生个udp端口号啊 我们先不管 然后chip的这个paramers name 这是一个列表 信息列表 也叫华为 是吧 好 那我当我chip的时候啊 进入这个列表的时候 我vrc要用一个认证 就是密码呀 syssecurity name 就是华为 是吧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对于这些什么chip host name呢 和这个chip的paramers name呢 我们这个 呃 这里面是有解释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首先smpagent targethost chip host name 这个命令呢 是用于配置chip报纹的目的主机信息 对吧 目的主机信息 好 那么chip报纹的目的主机配置成功以后呢 当chip报纹使能时 设备的chip报纹将发送给指定的一个主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参数 host name 叫做目的主机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呢 我们刚才提到是华为对吧 然后ip地址呢 是目的主机的一个ip地址 对吧 udp端口号默认呢是162 我们有写 对不对 好 后边呢 这些不相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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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这个 叫做chip paramers name 对吧 那这个呢 是目的主机使用的chip报纹发送参数信息列表的名称 对吧 那这是个列表的名称 那这个呢 我们要写个名称 对吧 好 下面呢 那还有一个这个配置的一个实例 你看 配置chip目的地址为这个 主机名为这个 使用chip报纹发送参数信息列表为abc 好 那么配置呢就是smpagentchiphost chiphost name a address 是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名字abc 对吧 所以说你看我们对用这个我们的需求 那么你你这个r上面敲 你首先是呃 名字是华为 地址是这个 对吧 然后UDP端号默认 然后列表名是华为 对吧 好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呃 security name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 这个参数里边 也是有的啊 你看 这个命令是用于配置chip报纹发送参数信息 对吧 当配置这个发送chip报纹的协议版本 对发送的chip报纹是否进行加密 使用此命令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就有 呃 这里边有v1v2v2v2c 那这个呢 我们使用v2c 对不对 好 后边有一个security name 那这个呢是生成报纹的主体名 主体名 好 那么传送协议smpv2c是该参数名应该为smp的一个传体名 对吧 也就是说我我我这个网络管理的时候啊 我要做一个呃 就是我服务器要管理这个smpagent的时候呢 要做一个这个团体名去进行关联 那么使用的是这个 是吧 好 但是你这种情况你要不要加密 或者做一个不加密 这些呢就是其他的参数了 对吧 但我们这里面呢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 所以呢我们就不加了 对吧 好 那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呃 讲完了对吧 那么你可以去display看一下 display 呃我们首先看r1上面的啊 r1上面呢 是通过displayinfocenter 好 后面我们加一个参数啊 比如说logfair 嗯 好 pass 好 这个看不到啊 嗯 这个直接defaultinfocenter 嗯 这个看不到啊 这有一个enable 然后512 然后前头7 啊 这个能看到啊 你看有一个前头7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trip呢 是没有去做定义的 对不对 嗯 嗯 这是这个infocenter 然后r2上面呢 是smp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是通过displayinfocenter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有这个呃 channel9 对吧 是smp的一个agent ag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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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channel9 这个我们定义的 对吧 呃另外呢你是displays smp 这个agent 然后有一个 这个systeminfo 那这里面呢能看到 这个是vrc 然后displaysmp agent 后边有一个这个targethost 那这里面呢也能看到 是这个 然后hostname是华为 然后列表屏也是华为 是吧 好 后面呢你看到这个 呃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vrc 吧 有udp端口号 等等一系列啊 那这些呢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好 那么对于这一块测试呢 基本上是 你没法测试啊 因为我们真正的 是没有里面的主机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信息看一下 基本就没有问题了